萨鲁 詞曲 曲 李宗盛 詞曲 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有幾年扮靚的經驗 很多人都會好像我這樣 就是戰績標柄 整個屋都是一些你買完不用 或者用完等於沒用 或者用完比不用的護膚品 我也有很多 今天就嚴選了五樣 跟大家說一下有哪五樣東西 我是覺得用完 所以買完覺得很浪費錢 另外有一些覺得好的產品 也會在這裡跟大家推介一下 買完之後頭號後悔的 就是這支Riflo的liquid liner 它叫做Riflo Colorstay Liquid Eye Pen 就是密水筆形狀的 真的超壞 我不是開玩笑 我剛才已經多給他一次機會 他畫多幾筆 大家可以看到他畫出來的stroke 粗有筆一 而且最頂人的地方是 當你向上筆的時候 其實密水是不到筆嘴的 你畫的時候 它就會是粗是幼 或者線不夠smooth 很噁心 你認真看一下 但是如果這樣一條線在眼上 其實都幾是有問題的 那其實 那我以來我用過的 眼線有哪些呢 Bobbi Brown Mac Maybelline Lancum Covermark 都是非常之好的 那這支呢 是真的特別壞的 因為它是不能按的 那它的襪子 它喜歡出多少就出多少了 那我已經忘了這個價錢了 但是也是一般 就是drugstore cosmetic的價錢 幾十塊了 我想 總之就是你想都想到 那些筆向上的襪子 是不能上去 還有 那些線是時粗時幼 那還有呢 我們的皮膚上面 會有些質感 那 那 真的不是完全是smooth 它畫完之後呢 它就會好像那些葉襪 那樣在你的皮膚裡 就化開了的 那 眼線來說 就非常之不要得了 這個特性 所以 頭號 後悔的就是這支 Rivlon Colorstay Liquid Eye Pen 好了 跟著第二樣呢 就 其實我想很多女生 都會對黑頭 毛孔 這些的名詞 就特別敏感了 那 就是一些 聲稱可以對付到 毛孔和黑頭的產品呢 都是會很觸目的 那 那 早 即是一段日子了 其實也 那 IPSA推出了這個 一高一矮一肥一瘦的 去黑頭毛孔 那 那這支呢 是一個按摩膏來的 就是 按完之後呢 就可以說 就是 清除了表面的死皮啊 那 就如此類 然後這支呢 沾進去敷一會兒 整支撕起它 那就可以去脫下頭 就是一套這樣的組合 這個呢 當時我用完之後 我的感覺就是 笑了直言 有什麼分別啊 完全沒有分別 那個按摩膏按完 不見得 按走了死皮 或者油脂分泌 跟一般洗臉是沒有分別的 而那個 或者要撕出來那個膏呢 那其實跟 街邊十塊八塊那個 鼻貼 是沒有分別的 那 那 我用了一次之後 就沒有再用了 那 之後就 知道其實用這些 黑頭貼也不太好 因為會扯傷些皮膚 那麼所以 這一套產品 都不是便宜 那大家知道 IPSA也不是幾十塊可以買到的東西 那我用完之後 其實就有點失望的 因为跟黑头是完全没关系的 接着是Mascara Mascara大家知道我平时用的是MJ 但是我都会尝试不同品牌的Mascara 看看有没有分别的 其中试过觉得很好的有HR 或者是L'Oreal的金色 揽核型的一支 揽核型的系列 总之不是双头的系列 就是非常之好的 其中我看到有一支就是有很厉害的广告 就是Maybelline的这一支 我不知道究竟是我的问题 还是怎样的 我在报纸杂志看到这个 其实是有很messive的广告 就是试用也有 或者是单纯它的广告也有 但是我用完之后觉得很drop 虽然其实是很黑的 而且也挺粗的 但是真的很drop 就是我这头夹弯完 那头刷都直了 好像直接刷在直的眼睫毛上 是直向下的 而且刷头是有少少大 对我来说 可能眼尾那些位置 我其实真的刷不到 但是这个其实我是不明白的 大家对这支Mascara也是很平如潮的 每个人都说够黑够粗 但我用完之后真的觉得很drop 那我建议呢 那我也买了 而且我想很多朋友都买了 如果你们跟我出现一样的问题的话 那这支也不用浪费的 那你贴假印折毛的时候 其实那支Mascara最重要是够濕 够黑 当它可以像黑色的胶水那样用 那你贴假印折毛的时候 我平时就是了 我会用这个 那把真假印折毛黏 这一样东西呢 它是做得OK的 因为它会黏得很实的 它是比较濕的 比起我平时用的MJ 它是濕一点的 那... 而且厚一点点 那令真和假印折毛 搭上之后呢 可以很黑很浓 可以 好了 接着讲一下暗瘡 那其实 除了刚才那支Mascara 毛孔系列之外 我想有一样的 暗瘡product 亦都是 我想很多朋友都试过的 那就是这个 茶树油 body shop的茶树油的 暗瘡 我想暗瘡精华 那它其实是透明的 那就是这个瓶 那其实去到的时候 我已经觉得有少少棍片的了 那件事 因为 它会告诉你 你的暗瘡 初起的时候 就塗 小小盒那盒 那盒 那然后呢 如果你有化妆 就塗这个 这个可以化完妆之后 再塗在面上 那如果你是含龙的 又塗哪个 再... 那些叫什么呢 再厉害一点 那我发觉就是 我其实买了一两个 我自己就觉得 没什么用 因为 我以前有很多暗瘡 那... 都有用过一排 不同的 暗瘡药 那... 最后我就好像之前说过 其实是 糾纳烧 我觉得是最好 那这个是其中一个 我觉得都OK 没用 那... 偶尔标一两个暗瘡 再买这个来用 都是这么好用 没有进步过的 那... 不过这个很便宜 好像是... 几十元的价钱 那... 我觉得首先 有不妥的地方就是... 其实... 一粒暗瘡 是会有不同的stage 那我没可能 买了这么多支 去对付一些未发 就来发和发了的瘡 那这个concept 是... 是已经很... 很骗人了 那另外就是... 真的... 没什么反应 好了 最后就是说到... 指甲油 其实上次有朋友 就问我怎样 擦指甲油 可以擦得很漂亮 那就是... 是没有的 我擦指甲油 是擦得很厉害的 那... 主要是买个漂亮点的指甲油 要不就找人擦 那... 但是漂亮点的指甲油 我都有很多很多推介的 Chanel Nars OPI OPI就一点点色 那... 就是大陆的指甲油 都好 唯到是有时贪便宜 就会去沙沙卓越 选择一下 那其中呢 我就在韩国旅行的时候 就买了这支叫做... ETUDE 那... 类似是... TOOT 不懂读 你知去到韩国 他们完全不是这样读的 的... 的... 指甲油 你这样看的时候 是很漂亮的 灰色 还有一些... 暗闪的 哇... 塗到手上就真的死了 塗完之后 一来是深色很多的 二来就是... 你没办法塗得均 就是... 嗯... 一般来说 指甲油 这些为之粉色 粉色是... 就是比较难塗的 因为很容易塗到一颜一缝 那你要塗多几滋 还有塗上头颗 这个就是我自己塗的 所以都挺硬的 那... 嗯... 如果有金粉呢 就应该容易塗 哇... 这个真是一流 有金粉 都是塗得很厉害的 还没塗得漂亮 我已经... 我去完韩国 回来多几个月 你看到它还是那么满 你又知道我买了回来之后 是... 不会再塗的 那有痰呢 也有赞的 这里呢 有几样最近 我用过呢 觉得都挺有趣 可以推荐给大家的product 而且都天天用的 这支呢 并不是一支洗洁精 是一支抗水 那就是 Logden C-Cube 那个牌子出的抗水 超人的 但是呢 就贵一点 七十几元 但如果你带开 ColorCon 的话呢 其实这个呢 真的可以令你的抗水 戴久一点都不觉得干 当然最久都不... 真的不要超过八个小时 如果你戴ColorCon 好了 接着呢 就两样化妆品 Makiache的Shadow Base 和Maybelline的Eyeshadow 都是... 我已经... 用这两样东西化眼妆 化了好几个月 而且其实我发现 一年三五六十五日 我工作呢 都是用这些色的Eyeshadow 那我呢 就找... 找两个 真的我觉得最高质素的 这些... 就是... 所谓Earth Tone 和金 的... Eyeshadow 那这个呢 真是我的最强组合 Makiache 这个Base呢 很出色 颜色呢 很实的 就是你看到是什么颜色呢 塗了上去就是什么颜色 不会因为你的眼皮很暗牙呢 就... 它... 它自己变了一些灰灰的颜色 不会的 很sharp的颜色 那接着呢 就是Maybelline的Eyeshadow 平静静 超级上色 耐用 抵用 还有呢 这几个颜色呢 就是... 一个... 铜色啦 金色啦 玉色等等 都超容易carry 还有呢 真的很耐用 我用了很久了 已经几个月了 都是... 差不多天天用的 都是... 有几个空 那样 所以这盒呢 超推荐的 任何初学者入门 或者已经是... 化妆大师也好 这个呢 一定会適用的 可以... 大家可以试一下 这个眼妆的组合 那... 还有呢 每个月都会介绍一只 HARBA的产品给大家啦 但你会发现 其实我真的一段时间没介绍过啦 因为呢 很懒 那... 就... 自己没试清楚一样东西 就不想介绍啦 所以呢 那... 真的... 都好在呢 得到... 品牌的体量啦 那... 那... 那一支呢 就是... 其实最近试了的 那... 很多朋友呢 都问 如果买了一部HARBA机呢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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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滴任何精华都可以 這兩個月以來我試過這枝 Lift Up Serum 我一個星期滴兩三次 甚至有時其實用手擦的 出旅程的時候就這樣帶去 這枝首先介紹一點 它裡面有個專利的成分 就叫做Aprisia 其實是一個油溶性 和水溶性 兩樣都有的維他命C 的衍生物來的 它可以即時令皮膚增加彈性 因為它是一個超滲透的維他命C 比起市面上大家知道的 左旋維C 和油溶性維他命C 更加滲透更加吸收 可以入到皮膚最深的深層 維他命C有很多用途 促進骨膠原的生長 還有 令皮膚可以 膚色均勻一點 其實這一枝有這麼高的 濃度和有這麼吸收的維他命C 它就直接可以令皮膚看下去 強硬一點 因為可以增深骨膠原 但是 我一直都覺得 逢是一些強硬的產品 都要用久一點 才有效 這個其實挺即時有效的 而且它裡面也有 Squalane的精華 可以深層保濕的 我最近就試過 除了用肌膚之外 就試過就這樣用手擦 雖然用肌膚 是真的吸收一倍又多的 但是用手擦 你也會看到很顯著的功效 就是立刻第二天起床 更硬了 因為可能很潤 所以有時候冬天 少少乾紋也會沒有了 這個 也挺值得推薦的 而且我用完之後 覺得有少少白度的 可能始終維他命C 也有少少美白的功效 但是主要 它就不是給美白的 就是給Framming 還有是 少少提升的作用 但是 就 不是屬於瘦面的那種提升 純粹是輪廓會Fram 一些的 如果有買開Habber機的朋友 White Lady Look到門 都可以試一下這個